白树本是修仙界杜劫大佬 修仙万年准备飞升仙界 谁料天道不公 竟以仙界人满为由将其拒之门外 愤怒之下白树见斩天道 硬生生地将天地化为两岸 强行闯入仙界之内 不过带其醒来之时 竟被两个小混混肆意殴打 白树起身一个抬腿便直接踹飞翼 紧接着便发现自己的灵力全无 而对方明显使用出了一种超出自己认知的力 不过在白树的轻巧身法面前却毫无管手之力 随着两个混混的逃走 一股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忽然就钻进了白树的脑海 原来这具身体的原主名叫李赞 小小年纪就父母双亡 被母亲的好友柳依然设为养子 而因为年幼病患上了一种名为自闭症的疾病 以后便成为了众人欺负的对象 白树此时明白自己的强行斩天并未成功飞升 反而化作凡人来到这陌生的世界 那么以后就让自己以李赞的身份继续生命 也不知道这具身体是否适合休闲 就在他还在继续思索的时候 一声焦急的声音忽然传了过来 不远处急匆匆的跑来一个容貌娇好的红发少女 而他正是李赞养母的女儿祭祀 每次李赞被人欺负他都会出手相助 望着自己玩好卢出的手 李赞一阵恍惚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超闹 会不会就是我理解的心术 少女眼见李赞闷不作声 直接一个脑瓜崩弹来 怎么不说话呀 被人打傻了吗 李赞哪里受的 一阵傲气凛 区区凡人 哪里伤得了我 如此中二的语气让记载一阵无语 这家伙是自闭症便妄想症 随后少女便挽起李赞手臂准备回家 一路之上李赞发现这个世界兴起无比 高楼大厦直插云霄 路上满是一种铁皮盒子 没有仙术也能飞行千里 而这个世界的力量便是由超能主导 也不知修仙之路是否还行 不过纵使前路未知 亦是重修 我也必达成飞升宿院 修仙的遇上喜欢的妹子咋办 当然是点个学位就带回宿舍 就在刚刚 李赞跟随记车回到家中 一开门便发现少女脸色忽变 只见房间内走出一白发男子 正是记车的父亲记成天 而房间内明显就闹得很不愉快 母亲柳依然大声地呵斥着让男人滚出去 而记成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还想伸手摸摸女儿的头 却被记车一把挡开去 而在李赞的记忆当中 这记成天就是个人渣 饲养了小蜜之后 柳依然就与其离婚了 现在出现在这里 怕是以后都不得安生了 之后李赞随便找了个借口 来到了小区公园 自己这具身体必须尽快修炼才可 坐在长椅之上 李赞的嘴上念起了无名口诀 随着一声声口诀的响起 天地间的灵气开始疯狂涌动 纷纷朝着李赞的身体而来 不过吸收着灵气的少年 却是眉头一皱 不知为何 这个世界的灵气竟如此稀薄 哪怕自己用尽全力 也只能凝聚出三道能力 不过为了飞升成仙 就算再艰难也要坚持下去 随着吸收的灵气越来越多 少年的身体竟如火焰一般燃烧了起来 李赞一阵恶然 没想到这具身体居然还是先天到处 在灵气如此稀薄的世界 眨眼间居然有了炼气五红的修为 就在此时 李赞面前忽然就跌倒了一个妹子 颤颤巍巍地向其伸出了小手 哥哥 救救我 一个沙马克紧随气候 小子 少管闲事 给我滚远一点 李赞巍巍一笑 无论身处何处 都不缺蠢货和人渣呀 沙马克自身乃是二级超名者 听见这话哪里能忍 地照连锁闪电直接示唬 眼见闪电即将批到 李赞的双眸一鸣 发出莫名的寒意 整条闪电竟化作了一条十字冰鸣 紧接着便是一记勾拳 直接交混混做人 而就在此时 李赞忽然就被一双御手环抱了起来 妹子不停地袖着李赞的衣服 大哥哥 你的身上味道好好闻啊 李赞回头一看 正是刚刚的少女 可体内的血脉流动异常 很明显是被人下药了 他立刻回身用右手将少女拉开 左手与指尖运起凌厉 一套罗长十三节 点在了少女各大学位 而少女也是直接就昏倒在了李赞的怀中 此时边上出现一人 浑身上下火焰缭绕 你在干什么 快放开我的妹妹 想到三级超能者的权力一击 竟然连李赞的周身都无法靠近 就在李赞将顾天真点晕之后 妹子的哥哥顾天爵也出现在了公园 看样子便是误会了 小李子有什么非分之心 李赞双眸一鸣 又是一个超能者 就在此时 顾天爵拳头散发出悠悠火焰 一个剑步便直奔二人而来 李赞随手便将妹子往凳子上隐位 紧接着不急不忙地往边上闪 虽然自己的修为只有练气五则 不过这群低阶的超能者的动作 此刻在他眼里针灸和慢动作一门 李赞随手抓住了顾天爵的手腕 力气之大痛的顾天爵超能之火都灭了 随后又是一个过肩摔 将其砸在大树枝上 并上前用脚狠狠地踩住头 顾天爵满脸猛逼 此人的速度太快了 自己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难道是超能学院的人不成 李赞满脸杀意 听说你刚才要杀了我 顾天爵用力地挺起自己的头颅 你羞辱我可以 但是欺负我的妹妹绝对不行 李赞毫无波动 看样子这家伙是要使出绝招了 随着火焰刺散爆发 李赞也是向不远处退去 顾天爵的身上燃起熊熊火焰 右手一招烈焰星火急射而出 不过李赞却毫不在意 天生倒体自带结界领域 这种程度的火焰根本禁不了身 顾天爵眼见自己攻击无效 而李赞又不像使用了超能的样子 只能大声地质问李赞到底是何人 不过李赞却完全没理会他的意义 反而说着让顾天爵先关心下自己 他马上就要自爆了 果然话音刚落 顾天爵的心脏便开始猛烈地跳动起来 无数的热气从其身上喷涌而出 李赞也不废话 直接上前 左手抓住顾天爵衣服 右手两指合拢 重重地在顾天爵身上 三下 紧接着便怀抱双手站在一边 顾天爵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少女 这是在救我吗 李赞轻轻地合上双眼 你我本就是误明 念在你护媚心前 你的命我就暂时不收了 此时顾天爵缓缓睁开双眼 哥你怎么会在这里 刚刚我在酒吧误喝了带有名药的酒 就是这位哥哥救的我 文言顾天爵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地跟李赞表示了歉意 而李赞之时随便摆了白手 表示误会解除就好 自己还要回家 此时一阵爽网笑声传来 一名坐着轮椅的白发老头出现 而他正是顾家当代家主顾 本想着邀请李赞前去顾家做客 却被少年给无情地拒绝 不过老头也没在意 只是叮嘱兄妹二人不得将今日知识传出 因为他深深地明白 李赞也许就是顾家大兴的希望 靠衣上马靠安 就连修仙者也毫不例外 第二日清晨 李赞跟随祭祠来到了亚军大学 周围的同学看见李赞都大吃一惊 那个帅哥真是李赞吗 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过也有好事者在背后议论纷纷 凭啥一个傻子就能勾搭上笑话 李赞毫不在意 原主确实无权无视 身患疾病才成了这些全是子弟的欺负对象 不过如今换成了自己 如果那些没脑子的还敢过来 定要他们好看 然而麻烦永远来的都是那么及时 一个大金链子带着小弟就出现在了李赞面前 身后的小弟赫然就是昨日被揍的那人 大金链上来就一把揪住李赞的衣服 小子 我们来算一下昨天的账吧 李赞脸色衣了 左手用力的衣衣 把你的臭手给我拿开 大金链只感觉好像自己的手被卡车压过你 痛得都快没有知觉了 边上的吃瓜群众议论纷纷 这傻子连陈虎也打 这是不要命了吧 原来大金链本名陈虎 乃是本地黑帮之一陈姬的儿子 而自己也是五级超能者 平日里就嚣张麻糊惯了 此时吃了大亏哪里可算 大手一挥便让小弟一拥而上 祭祠生怕李赞吃亏 直接闪身挡在了少年的身体 这里可是学校 太放肆了 小卡拉却不管不顾 直接就对祭祠挥拳 虎哥父亲可是孝典之一 我们虎哥就是规矩 李赞瞬间搂住了祭祠的软腰 一把就拉到了自己身体 轻力的接触令少女的心喷喷乱点 随即李赞抬起左手 这一脚便将面前的小卡拉踢飞 不过身后另一个小弟 却紧握拳头斜来 李赞回身一击却打在了空气之上 而小弟的身形 却是出现在了少年身后 李赞不动声色 这个术法与前世的御风术好像 借风而行 随风而动 不过只可惜 须有七秒罢了 陈虎见小弟都败下阵了 明白最后还是要靠自己 随即手上冒出金光 壁拳便向李赞袭去 自己身为万金堂少主 自幼便严习异能 要光泉远超同级威力 对付这种刚觉醒超能的菜鸡 还不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然而陈虎下一秒便察觉到了不对 自己信心十足的一拳 竟被李赞用一根手指 便完全地打了下来 而李赞的形象 也在陈虎的眼里无限地放入 几秒之后 校园的地板上 多出了一句奇怪的人形物 而祭祠也是欢快地跑向李赞 紧紧地搂住了少年的手臂 太好了李赞 你终于觉醒了超能 而更让李赞没有想到的是 少女居然在此刻 轻轻地吻上了自己的脸 傍晚的一间酒吧内 万金堂的堂主沉积不爽 抽着雪茄 听说你们被一个傻子给揍了 小人你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吧 好的堂主 少爷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文刚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李赞仅是轻轻一击 便打出了剑仙般的风采 就在第二天放学之后 祭祠便带着李赞准备回家 一边走还一边啰嗦 李赞不应该那么冲动 好端端地去招惹城府干嘛 就在此时 李赞忽然发现边上大厦的玻璃 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 此时的便全部碎裂了开来 李赞一把就将祭祠拦在了身后 并使出灵力将附近所有无关人员隔离 让他们免受碎玻璃的伤害 此时的人群也才反应过来 纷纷开始四处逃散 一个西装隔离的男人出现在了眼前 正是昨日酒吧里的意念系 超能者任悟空 祭祠还想拉着李赞离开 毕竟看刚才的爆炸 就知道对方是个操纵者 远不是刚觉醒超能的李赞所的印子 不过任悟空却完全没有放李赞离开的印子 双手散发出紫色的能量 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李赞死死抓到半空 随后将其重重地摔在边上墙上 一个地暴天心就给白了起来 祭祠大声哭喊 混蛋 你居然把李赞给害了 任悟空右手一看 别叫了 虽然你不是唐主的目标 但我不介意手上多沾点血 话音未落 任悟空便发现了不对 李赞近同碎石堆里蹦了出来 煞内间便手持一根罗文刚迎面而来 任悟空当即就惊呆了 这小子怎么会毫发无所 随即手上又散发出色光芒 准备故技重施再来一次 李赞哪里还会点击 双目灌注灵力便施展了一招灵决士 在他的视角之下 任悟空的招式被看得一清二楚 两只无形鬼手正向李赞伸来 李赞身形猛然加速 直接将鬼手给撞得四分五裂 任悟空口吐鲜血 自己的绝招为何就忽然失效 不过自己的念力还在 凭着石块就能让对方吃不了多着 可惜李赞的强大远远不是任悟空能想起 身形凌空使用罗文刚便施展了一招箭 所有的石块都在空中纷纷碎链 随后任悟空更是被一箭斩倒在地 李赞习惯性的回手插箭 术法可以但不休肉身 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 任悟空强称的最后的意志 也得一小子得罪了万金堂 堂主必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就在这时顾天爵带着顾天真闪亮登场 我倒是要看看 是何人敢动我顾家的贵客 想到李赞居然是个老色批 被没认识两天的妹子就伸出了闲珠手 妹子不但没有嫌弃 还顺势就倒入了李赞的怀中 就在刚刚李赞解决完任悟空之后 却被对方放出豪言不会放过少年 此时顾天爵带着妹妹闪亮登场 我倒是要看看 谁敢动我顾家的贵客 而顾天真更是不管不顾 直接上前便抱住了李赞的手 完全无视了站在一边的祭祀 李赞见状只好轻轻地推开了顾天真 都不够用 顾家乃是名门世家 其势力渗透军事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 在苍兴市乃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而如此只手遮天的顾家 居然对李赞这个小子毕恭毕敬 李赞却对此不屑一步 就像是丝毫不把顾家放在眼里 想到这里人无空连连下跪磕头 言明自己一切都是陈姬之始 还望李赞能网开一面放自己 顾天绝闻言便想起了陈姬这人是谁 当年只是自己舒服坐下地面 离开顾家后 创了的小帮派混乎饭吃 想不到居然惹到了贵客头上 这事就交给自己处理吧 而李赞并不想和顾家处理 眼神一冷便让人无空滚蛋 并怠话如果以后再来骚扰后骨自私 顾天绝眼见此间事 便打算邀请李赞请去顾家 好为上次之事表达谢 而李赞想都没想便表示拒绝 只留下满脸猛逼的顾天绝不知所思 顾天真急忙上前拦住李赞 表示就去家里看看 爷爷对李赞赞不绝口 随后李赞将贤猪手伸出 看得边上几次毛都炸了 顾天绝憋笑其中 看来高人也摆脱不了世俗的诱惑 就在众人响入非非之时 李赞却从少女怀中掏出了一个项坠 没错就是他了 这绝对是修士的法宝 顾天真眼见李赞对项坠感兴趣 立马表示此乃爷爷收藏之物 家里像这样的宝贝还多的是 文言李赞思索了一下 便同意了前往顾家之行 而顾文在家中早就得到了消息 备好韭菜等待二人 一见面便热情肆意 表示李赞前来令自家彭壁生辉 李赞也不客气 直接便掏出了顾天真的象征 询问此物从何而来 老人思索了片刻之后 便让天绝兄妹招待妻子 而李赞则随着自己前去密室参观 而就在密室的门口 李赞忽然就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呵呵 事情好像有趣起来了 讲到凶神恶煞的地狱诀 竟也有乖巧温顺的一面 就在刚当李赞随着顾文进入密室 里面珍藏着这些年来顾家收集的奇珍异宝 不过李赞只是眼神微微扫过而已 东西确实不少 但也就是练气七小修士看得上的玩一把 顾文心中一惊却不露声色 这些宝贝不知道花费了顾家多少兴讯 没想到竟无法入这个少年的法院 幸好自己还有一物 虽然不知道如何使用 但希望李赞能看得上 看着眼前的戒指李赞微微一笑 先前熟悉的气息正是来自此戒 顾文随即表示此戒曾受到过诅状 戴上他的人轻则精神失常轮为风 重则会被神秘的黑焰焚烧殆尽 李赞眼神微微一批 看样子这小老头是在试探我 随即便表示此戒并非什么骤解 其真名乃叫无拘 话音一落 金红色的戒指便应声而出 直比比地飞进了李赞右手的中指 与此同时无穷无尽的黑焰忽然出现 以戒指为中心环绕在了李赞的周身 顾文大惊 小友 千万当心 然而下一秒老头便发现了神奇的影响 无数的黑焰环绕周身 李赞却丝毫没有不适的表情 看来这少年就是我所期待的那人了 李赞盯着手上的戒指看了半天 无拘见 虽然算不上至宝 但是对眼下的我无疑是一大主 随后少年紧闭双目 神石则进入了古戒之中 血色的大地之上一轮血月高挂 身后传来了一阵一样波动 李赞缓缓回跑 一只名誉三手犬正恶狠狠地看向于他 要知道三手犬当年乃是吉凶之兽 就连自己的师父才勉强收服一只 不过这只明显已经修为散尽 只剩下一缕残魂狗铁戒中 三手犬眼见有人侵入自己的地板 直接跳起步向上 李赞凌厉爆发 口中吐出一身跪下 三手犬庞大的身躯竟从半空掉落 结结实实地砸在地面之上 李赞脚踏血火走来 臣服于我 或者死 三头犬眼见少年如此强势 吓得直接就献出了真身 李赞一把就拎起了狗子 记住 以后我就是你的主人 以后若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我随时都可以将你的魂魄碾碎 讲到三头犬初次登场 收拾的就是顾家之人 就在刚刚李赞收服了三头犬之后 神识也是回到了现实世界 早已等待多时的顾文欣喜落魄 小友 你果然就是老朽要找之人 话音未落 顾文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整个人瘫软在了轮椅之上 手上的仪器不停地发出警报之声 患者生命体征不务 继续采取医疗措施 李赞上前轻搭卖门 灵力贯注双眼内视老准 久病成吉武卖淤姬 明显是红杏根之毒 没想到顾家势力如此巨大 竟还有人敢下毒谋害一家之准 此事本来与自己无关 但是看在无拘界的身上 李赞还是决定保顾文一命 就在李赞准备救治顾文之时 不然就从边上窜出两口 口中大声喊着父亲 身穿褐色衣服的胡扎男一步上起 混蛋 快放开我吧 而一生模样的男子则是掏出听诊气 不停地观察着顾文的情况 胡扎男半蹲在地 你要对我父亲做什么 李赞很是无语 能干什么 当然是救他的命 胡扎男直接抱怒 你真当我傻是不是 你分明就是想对老爷子图谋不可 李赞一阵无语 不识好歹的错 顾天觉兄妹也在此时感 二叔 你怎么和爷爷请来的高人吵起来 胡扎男眉头紧张 一个毛头小子还高人 我看老爷子真是胡 居然会相信一个江湖骗子 随后男人回头 便转上医生一样的 安德鲁拜托你 名为安德鲁的男人饮废物 直接召唤了水质元素 随后便开始治疗起了脑 李赞却对此失之隐移 遇水入体治疗内伤是不错 但现在这老头乃是容不入满 这招根本没用 我不欺人 下一秒顾文便直接口吐先行 整个人的生机为敏下去 安德鲁双手一摊 道歉了顾先生 家主目前的症状太过古怪 我的超能也无济于事 还是给顾老先生准备后事吧 胡扎男闻言却没有怪罪安德鲁 反而转头怒斥李赞 表示肯定是少年搞的鬼 李赞上手环抱于胸前 你这阻止我看病 到底是真关心老爷子呢 还是别有用心拖延时间呢 胡扎男被李赞的一番话 对得哑口无言 只能命令身后小弟上前抓住少年 李赞面无表情地打响了响指 出来陪他们玩玩吧 来自地狱的恶犬 胡扎男见到三手犬的瞬间 变贪软在地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李赞的眼中散发出无尽威压 端正你的态力 否则后果自负 走到顾文面前 虽然这老头气血冷虚 不过只要虚实相继 通经活络 他体内的毒素便可化解 随后李赞召唤出九根金针立于胸前 此番交视令的天绝兄妹震惊不已 只有顾达明双手抱胸 表示装神弄鬼的只有小辈才会相信 李赞单手掐绝 九根非真齐齐飞出 不偏不已的射进顾文各大学位 边上观看的安德鲁图然惊不 难道这就是华夏针灸 眼见顾天真满脸不紧 安德鲁随即表示 真酒乃是华夏的极医术 使用得当可令患者疏通经脉 服症却血 只是静待治疗系超能崛起 这种古医术便失传了 李赞微微一笑 没想到这小外国佬还有点见识 而顾文体内的欲读 此时已经全部被逼到了心脉之术 李赞左手凌厉贯冲 随后猛然发力 顾文受到外力挤压 一口红中带黑的老鞋 天绝兄妹赶刚上前查看爷爷的状况 顾达明在一边冷言冷语 看我就知道他吃不好老爷子的 就在此时顾文的眼睛往返张开 神清气爽的感觉让老者欣喜若狂 随即便双手抱拳向李赞表示的气 李赞表示不必在意 只不过李尚往来而已 以后再有人下毒 你也只能自求多福 听闻下毒两兄妹都震惊不已 不过顾达明却上前表示 老爷子的腿就是研究超能瘫痪 哪里有什么人下毒 文言顾文忽然想到了什么 从怀中掏出一瓶紫色液体 表示这是二儿子准备的药 想让李赞检验一番 也好证明顾达明的清白 安达卢也在一边评论 顾二先生说过 这药乃是天然药材制止 喝了不会有害 此时顾达明大感不妙 直接掏出手枪便想将安德鲁击杀 不过有人比他更快 李赞飞速上前就将子弹给接了下来 另一击将手枪斩成了两段 而他的衣袖也在指缝碎裂 露出了红色斑痕 顾文怒喝 达明你这是何一 李赞悠悠说道 顾达明手上的斑痕 乃是研磨红杏根势 日积月累通过肌肤深入体内 虽不致命 但是也没几年好过 顾天真不可置信地看着眼睛里 虽然二叔成天吊儿郎当 但这种下毒是负的事情 他是怎么做得出来 顾文轻推轮椅上前 下毒是负污蔑他人 顾家容不得你 你还是去督察司 好好地长长记性吧 随着顾达明被人带死 顾文又看向了李赞 道歉了小友 管教部周出此闹剧 还有些事我想与小友相谈 李赞一阵差异 随后便见到顾文一脸 小友 你可知这无拘界从何而来 在超能世界也是有修仙者 而无拘界的出现 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此时李赞随着顾文来到了书房 老者随即将一叠照片 摆放在了少年眼前 而上面赫然显示着 一座完整的洞府 顾文表示自己多数的收藏 包括那枚无拘界 其实都是出自此洞府 李赞看着照片暗暗思索 如此规模的洞府 说不定能有助自己修炼之物 于是便询问顾文洞府 如今在何处 不过顾文接下来的话 却让李赞哑口无言 老头表示自己的手下 在探索时不小心触发机关 导致整个洞府自毁公塔 李赞一阵沉默 顾文健壮又表示 如果少年有虚心 自己将鼎力相助 为李赞找到其他运气 李赞不解 你一介超能力研究者 却助我修行 不觉得有些可笑吗 顾文常叹一口气 想当年老朽对权力 和金钱趋之入 认为拥有超能的话 便能将二者接纳入囊中 为了自己的欲望 竟不惜以自身来研究超能 但是随着对超能的深入语终 老朽也意识到了 超能存在巨大的缺陷 可惜当时我利欲熏心 无视了风险决定将研究继续 但却不曾想我在凝视深渊的事 却早已站在了深渊之内 所以超能绝非人类能掌控的力 老朽担心天真天觉会重蹈覆辙 便一直私下研究 修秘术探索一记 老朽也不敢从小友手中所求什么 能帮到小友便是我顾家的福气 但小友空闲时 若能指导天真天觉一二 我顾家今后为小友是否 李赞缓缓起身 将照片放于桌上 找到一记 才有资格谈论条件 万经堂内 一个落寞的身影 坐在一片狼藉之中 不明所以的陈虎一进门 便高侯老爹 有没有帮自己报仇 随后一张满脸是伤的脸转了过 一回头便给了陈虎狠狠一个逼动 他喵的 都是你个王八犊子 惹谁不好偏偏惹了那个李赞 片刻之前顾家带着人来我们酒花闹事 还扬言此事没完 你明天就去给我赔礼道歉 第二天亚军大学内 记词询问李赞昨天到底和老头聊了什么 为啥去的时候一脸严肃 送你出来的时候确实满面春光 该不会是你们做了什么交易 让你去当上门女婿啥的吧 就在李赞满头雾水的时候 边上忽然传了一阵吼声 陈虎竟带着小弟飞快地走 边上的人议论纷纷 昨天李赞揍了陈虎 看样子这是算账来了 不过下一秒众人却是跌破了 陈虎居然和小弟齐刷刷的跪倒在李赞面前 嘴上还喊着自己之错 望李赞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和小弟计较 李赞也不理会 只是淡淡地说了个滚字 便和祭祠自顾自地离开 就在此时祭祠的手机传来的短消息之声 少女拿起一看却脸色大了 只见手机上一位名叫东方元朔的人发来消息 小词我想你了 这周六咱们聚一聚吧 赞本是一代剑仙 剑批天门却误穿超能世界 幸好穿越之人乃是先天道体 修炼起来如鱼得水 不过今日青梅竹马却被人强行带走 而丝毫不知情的李赞还在操场修炼 随意散发出的气息便将几位同学差点带走 还好李赞及时地收回了灵力 这才让同学幸免于难 李赞紧紧地握住自己的拳头 没想到此界灵气居然如此息 能修炼到练气七层已是极限 接下来就要看那个老头子能不能寻到一处本地 就在此时柳仪的电话过来 李赞接起才知道祭祠居然被其父亲带走 去了一处酒店见人 而在德鲁酒店的内部 西装革履的继承天正带着祭祠缓步前行 边走还边搂女儿的肩膀 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帮忙 以后绝不干涉祭祠母女生物 随着大门缓缓地打开 一张俊俏的脸庞出现在了眼前 正是东方家的少主东方袁硕 而在酒店的外围 李赞却被几个保安拦在了大门口 表示自家酒店今日不对外开放 李赞脸色一冷 充满杀意的眼神看向对方 祭祠在哪里 保安队长脸色一黑 眼前的少年看样子来者不善 口中的祭祠莫非就是东方少爷请客的那个女 那样的话绝对不能放他进去 随后保安队长便打起了哈哈 表示自己不知道祭祠是何学 而且自家的德鲁酒店也不是少年说闯就能闯 李赞哪里肯走 口中重重吐出两字 让开 眼见少年不肯让务 保安队长随即便喊出了重点 准备将少年给狠狠教训一顿 不过各种武器就连李赞的护身钢器都无法 一个灵力爆发便让众人原地起飞 此时陈姬带着任悟空走出大门 保安队长连忙解释是少年在门口闹事 陈姬并不认识李赞 口雕雪茄便上前准备挺心 急得后面的人悟空都脸色发青 随后任悟空上前告知了李赞的身子 经得陈姬雪茄都掉在了地上 忙上前陪着笑脸道歉 而在得知李赞前来乃是寻找祭祀之后 陈姬大手一挥便告知季小姐正在顶侧 让保安队长带着李赞前去 任悟空惊讶地看着堂主 这样把李赞放了进去 东方家肯定不会饶了万金堂的 陈姬深深地吸了口雪茄 难道不放李赞进去 顾家又会放过咱们吗 快去通知顾老 最起码要把顾家这个人情到手 恩恩在超能界有一种秘药 磕下他的少女将全心全意地 爱上眼前的男人 而就当男人以为计谋即将得逞之时 房门却被人以一种 极其暴力的方式打开 李赞满脸杀意地走了进来 我来带季次回家 原来就在两分半前 季成天正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喝着咖啡 自己的女儿已经送进了套房 看样子以后 季家的好日子这样了 毕竟牺牲一下自己的女儿 就能换来偌大的事 想到这里季成天的嘴角 就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而就在此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边上 季成天边喝咖啡便自言自语 也不知万金堂怎么办事 居然连一个傻子都拦不住 随后更是起身让李赞直接滚蛋 别坏了自己好事 谁料下一秒一双大手便死死地 掐住了季成天的脖子 出卖自己的女儿 简直桑尽天良 枉为人父 杀你真是脏了我的手 而在套房的东方元硕 此时毫不知情 还想他怎么调戏季次来着 不过却被少女一把就打开了手指 本以为父亲只是叫自己来 陪东方家少爷是个犯人 现在看来就是自己想多了 东方元硕也不在意 表示祭祠要走他并不会走 不过就这样走掉的话 有没有考虑到季成天会怎样对待本心 随后东方元硕倒了一杯红酒 表示其实今天叫祭祠来 只是想放下心结做个人 只要祭祠喝下这杯酒日后便冷清 但少女根本不知道的是 这杯红酒乃是超能介密要醉心子 只要喝下去后 便会全心全意地爱上面前的来 就在关键时刻 包间的房门居然被人给一拳封碎 李赞带着无尽的杀意走进来 我来带祭祠回家 祭祠欣喜无比 一下就跑过来 李赞你怎么来了 东方元硕爱慕祭祠那么多年 当然知道李赞只是个傻子 随即便缓缓起身 左手凝聚寒冰之力 趁着两人不被便一拳封住 臭傻子 这是自己找死 李赞不为所够 只是将灵力稍稍地扩散开局 便将东方元硕直接弹飞 整个人重重地撞在酒柜之上 李赞缓缓抬起右手 冒犯我的女人 必须给点教训 随后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不过东方元硕却是毫发无伤 只见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顶着巨盾的奶 正是东方家的保镖 九级能力者古空来 超能力是金属衍生 可以变换出任何钢铁武器 东方元硕眼见古空来登场 嘶吼着要李赞碎尸外团 而他却顾知的是李赞此时正健烈星系 差不多练起巅峰的超能者 还是金属性的 那么我就来陪你过两招吧 高能基因和大道修仙到底谁更胜一筹 练起七层的李赞是否能挡住热武器的进攻 就在刚刚古空来忽然出现拦住了李赞 接着双手更是化作两柄机枪无情扫射 李赞轻轻推开祭词 脚下闪动诡异步伐一动 只不一个瞬间便来到了古空来面前 这手一拳狠狠击在男人胸前 古空来迅速反应过来 右手化作一柄无情长刀 笔直的刺向李赞 却被少年轻轻一晃便躲不过去 随后更是紧紧抓住古空来的手 狠狠地将其摔倒在地 不过男人的反击却是来得如此之一 只见他大嘴一掌 能量汇聚于口中 一个瞬间子弹便如大雨般倾泻了出 不过带烟雾散去男人也是惊呆了 李赞的手上抓满了子弹 喂 这速度也慢了点啊 古空来还在思索什么情报 李赞却早已高抬狱卒来到一起 李赞一脚便将楼虫踢了得对穿 幸好古空来还有点难 下落之际早已变出了全套战队 眼见李赞追击而来 古空来赶紧变化出激光武器进行反击 不过却根本挡不住李赞鬼魅般的锁子 少年只是一个侧踢便将其击飞了数目 不带古空来有所反 李赞紧接着便施展了事业蓝光 毁天灭地的能量直接穿过酒 经得下面的沉积满头大汗 小祖宗们可千万别出人命 遭遇重创的古空来单手称帝 少年你到底是什么超脑 李赞缓缓出声 你就当是超脑吧 你我实力差距过大 不惜丢掉性命也要为那拉西战斗吗 古空来从腰间拔出一根针骨 受人之托中人之势 我既然加入了东方家 那么今日无论如何我也要完成任务 随着要记的注入 李赞明显感觉古空来体内的力量正在暴涨 有点像是灵力 又与灵力有微小的插头 此时古空来双眼猛地睁开 双手化作激光武器横扫四方 而李赞的护身气盾也第一次有小小力 随后李赞打了个响指 召唤出了地狱三头犬 面对巨大威胁古空来丝毫不敢小觑 手中变化出数颗手雷扔出 系列的爆炸虽然无法伤害到地狱去 却将其推飞了数米之远 趁着这空隙古空来急忙变身 无数的炮弹如暴雨般袭去 然而他却没有发现李赞已经来到了他的身份 手指轻轻地点出了一截 超能世界强者为尊又如 修仙正道 永不落幕 人只是轻轻地施展了一道仙法 净饮动天青是两大家族火拼 哪怕身为东方家的少主 远南逃被人殴打的悲惨命运 就在刚刚 李赞一箭重创了骨空来之后 祭祠一把便扑了上 想看看李赞有没有受伤 毕竟对方那使用的可是热武器 李赞随即让少女不要担心 那东西伤不了自己 随后的祭祠便被画小的三头地狱拳给吸引过去 毕竟毛茸茸的修够哪个不按 而李赞也只是随意地说是扑从而已 此时赶来的继承天扶起东方元素 只见这位东方家少主面目猙獰的说道 本少爷长这么大 还从没有人敢在我面前那么嚣张 无数黑衣男手持武器围了上来 不视眈眈的盯着李赞二人 东方元素阴冷的一笑 你以为今天还能活着离开这里 就在此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谁敢动我顾家的恩公 可有讲我顾家放在眼里 东方元素一阵差异 这不是顾家家主吗 他不是从不亲一现身 我爸曾邀请多次都为应约 为何今日忽然就出现在这里 此时继承天忽然就反应过来 怪不得李赞这傻子那么嚣张 原来背后有顾家在撑腰了 顾文转向李赞 瞬间就变了张力 恩公 老朽疏忽 让那些不长眼的东西冒犯了 二位没有受伤吧 李赞缓缓转身 继辞受了点惊吓而已 不过今日看在你份上 我就饶了他一名 东方元素此时还不知即将大难名头 还在那边嘴硬的叫嚣 不过下一秒他便后悔至极 顾文竟真的叫手下之人 将其抓住 紧接着便是一顿胖揍 此时的东方元素才知道怕了 赶紧向即将离去的顾文求老 而老头回转身充满杀气的说道 这次只是给你个教训 下次再得罪恩公 回到了公寓的祭祠 舒舒服服的泡起了热水子 一边洗一边摸着三头犬 自言自语 李赞最近真的变了 他觉醒了十分强大的超能 而且认真起来的时候 样子真的是好帅的 李赞浑然不知少女的那点小心思 此时正聚精会神的 他看着一本不良人之天罡传 忽然门口都传来了一阵敲门之声 打开房门就看见一个男人站着 脚下躺着无数的黑衣男 来这里干嘛 赞的强大终于得到了超能者的认可 第一位前来投靠的居然就是古兰 毕竟在酒店之时 李赞本可一剑将其灭杀 此而天性的善恶 让李赞只是用出了新剑 虽然让对方精神重创昏倒在地 却完全不会伤及性命 苏醒之后 古兰来便直接来到了李赞的肚子 表示自己已经离开东方家了 还望李赞能够收留自己 只要能跟在少年身边 自己做任何事都可以 李赞思索了半天 古先前为东方元朔所用 现在又来投靠自己 也不知是何目睹 不过今日将其重创 仅仅半日他便恢复如初 必于常人的体格和超能 以后多少能派上些用者 想到这里李赞便让古兰来守好房门 先证明自己能为其所 此时的祭祠当跑完早出门 听见对方便询问少年何人 李赞刚说了句是古兰来前来 以后会追随于我的话 房门便又被人敲醒 本以为古还有何事 没想到开门一看 竟是古天真这个丫头 说是奉爷爷的命令 带来了无数的奇珍材料 祭祠心里暗暗不说 这么多好东西 不会是下品前的铺垫吧 李赞看着满满两大箱的材料 表示品质确实不错 不过要断法宝的话 自己还差一个断 闻言古天真眼前一亮 自己的爷爷刚好有一个断炉 寂寞在铺垫中 但是运输不便 需要李赞自己前去一趟 于是在第二日 李赞随顾天真 前往了张老爹 一进门便看见了 被封印完好断了 不过李赞只是 稍稍瞄了一眼 便认定似的拉息 奉劝老板早点扔了算数 而在店内某处角落 散发出的灵气 却吸引住了李赞 少年扭头问向 老板里面藏了何物 谁料张老板 却是一脸惊恐的表示不行 里面的东西 自己花了很多钱 才封印起来 要是放出来麻烦可就大了 但是超能界的法宝 何等稀少 李赞今日势必要看一下 而随着越靠近大门 灵气越加的充沛 不过就连李赞也没发现 头顶的房梁之上 一个黑影在虎视眈眈眈的 看着三人 随着房门的打开 一个五角星镇之上 端端正正的放一个段 李赞一看便知 此乃一顶上瘤鬼 而随着少年将其封印解开 里面的恶鬼便扑面而来 饿了 把你的脑子给我吃了 想到堂堂的东方少主 也会有一天 被自家的管家踩在脚下 而发生如此的情况 仅仅只是因为 不天真的一个电话 原来就在刚刚 李赞将炉顶的封印解开之后 里面忽然就窜出一只猪腰 大吼着要吃了众人的脑 李赞本想单手阻止这头疯猪 不过却没想到猪腰的力气 其大物 一步流神竟被撞退了数米之云 眼见猪腰即将再次袭来 李赞右手双指合落 灵月剑法第二时 闭划无息 此见强大的冲击 结结实实地打在猪腰身上 经受不住的猪腰 缓缓瘫软在里 庞大的身躯缩小 成了一只迷你血布 李赞缓缓上前 唯我所用 否则死 顾天真和张老板 见识了急忙上前 但是李赞却是猛然回头 双指掐绝发出一道攻击 只见一名黑衣人 从黄梁之上落下 李赞刚要上前问话 黑衣人忽然就放出手上猪丝 将其脖子缠绕 准备施斩小杀 不过下一秒 却发现自己那笔钢丝 还要坚韧的猪丝 竟在少年的脖子上纹丝不动 李赞轻轻地拉开脖子上的猪丝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吧 话音一落 身后猪腰猛然显现 一击之下 便将黑衣人打得昆死过去 猪腰张开血盆大口 便要吞尸闹 却忽然愣在了原地 背后传来了莫名的杀意 击入我阵脑 从前那种邪道陋习 应当受连改正 随后李赞开始检查 黑衣人的身体 却发现无任何东西 只有手腕之上 刻着一个六角星镇的标记 张老板见状大吃一惊 这不是血魔教会的标志吗 据说这个教会 乃是存在了上千年的 超能杀手组织 他们不属于任何事 只会接受名门贵族的吻 李少爷你到底是招惹了什么人 在得知李赞的对头 是东方家少爷之后 张老板也是哑口无言 而顾天真气的 直接就打电话给李立 电话那头的顾文面露杀意 转告恩公 此时顾家定不会善罢甘秀 此时正在酒吧寻欢作乐的东方袁硕 猛然发现背后出现了 两个身材魁梧的壮汉 不由分说的就把他抗出了酒吧 随后并将其甩在了一辆豪车之上 东方袁硕还想叫嚣什么 却发现坐在副驾驶 竟是东方家的管家星云 随后两人来到顾家府邸 一下车星云便抓着 东方袁硕的头发前起 并亲自在顾府门前表示 将来东方家定不敢再冒犯小语 而东方袁硕也将剥夺少主之位 李赞在上方打着哈哈 顾老爷你找我前来就为了这事 谁料顾文语出惊人 当然不止 小有要的东西 老朽已经找到了 万万没想到顾文的决心如此之大 为了帮助李赞能够进入一技之地 竟不惜派出自己的一对青孙 来参加黑鸭死豆厂的死豆 要知道死豆厂的老板都有些怪癖 即便顾家再有钱也无济于事 而此时的李赞却毫不知情 正在家中摆弄着新带来的炉子 在将顾天真带来的材料 悉数倒入鬼炉之后 炉子的内部也发生了剧烈的震动 随后猪妖手捧三件法宝的粗 虽然形状各不相依 但是都有护体功效 抵挡助击七的修饰攻击完全不在话下 就算杰丹七的攻击也能呈下树击 走出房门李赞看见正在瑜伽的祭祀 便很顺手地将护身项圈戴在了少女脖子上 祭祀哪里知道此乃是护身法器 还想得李赞这个傻子终于开窍 而房门外鼓共来一如既往的守着门口 李赞也不废话 将护身手镯赐云他 表示此物可以助他休息 务必保护好祭祀母女 随后李赞随着顾家兄妹来到了一季之地 一路之上竟听闻兄妹二人居然要参加死斗 而原因竟然就是自己要去的一季之地 那是死斗厂老板所发现 而其性格有些怪别 就算顾家知道后怎么施压也无济于事 一定要让兄妹二人去参加死斗才可 而爷爷在考虑了许久之后也是答应下 毕竟要是和死斗厂闹得不愉快 难免会耽误李赞进入一季 李赞思索片刻还是放心不下 表示二人可有万全保护 兄妹二人对视意 认为自己虽然级别很低 但是兄妹二人都是上等的超脑 就算打不过对手 保住自己的性命没啥问题 李赞常叹一口气 换作以前 怀有此心态的修饰 都难以活到助击 这兄妹二人真是不知人间心酸啊 于是李赞轻轻扶住天真 双手掌指并语 一阵阵奇怪的感觉 有了上少女心头 顾天爵还想问问妹妹的情况 却被李赞反手一指 就点在胸口之声 随后顾天爵的超能 便整个失控 身上冒出了熊熊烈火 而李赞却表示 让顾天爵专心感悟即可 果然随着心情的平复 顾天爵感觉 原本躁动不安的火焰 没有在焚烧自己的身体 仿佛自己即是这火焰本身 李赞缓缓走向一记大门 为解开你二人的气血 此为找到一记的奖场 闻言兄妹二人七七低头 谢恩公指点 日后定为恩公赴汤 导火在所不辞 李赞的一记之行 还没开始便遇见了麻烦 门口居然设立着一座 阴符夺魂镇 哪怕李赞利用大镇弊端 分出残魂而入 里面也有着数量 巨多的是魂兽 更要命的是在大门的被里 居然还藏着一头上股凶物 注尽夺魂兽 就在刚刚 李赞带着兄妹二人 进入死斗场大门之后 里面混乱不堪的场景 着实震惊了顾家兄妹 打架斗殴都是常态 可要闹事的不在话下 此时忽然窜出一个中年小卡巴 对着顾天真便要上下气势 不过下一秒便化作了 人形塔克直接飞出 眼见有陌生面孔闹事 一双大手忽然就搭上了 李赞的肩膀 正是里面的红环禁忌者若珊 眼见新人闹事便想来耍耍威风 不过明显这次他却惹错了人 李赞充满杀意的眼神 让其不含而立 与此同时死斗场分场的 厂主向南杖端出现 表示这几人都是自己的贵客 刚才的事情就此作罢了 若珊一边碍于厂主 一边又觉得李赞高深莫测 于是便借着台阶骂咧咧地走了 随后几人随着厂主来到了办公室之内 一进门李赞便感受到了来自一记的灵气 不过在其细细的感受之下 竟发现整个一记被一座阴符夺魂阵所包围 此阵能将闯入者的魂魄堵去 不可贸然进入 于是李赞便要厂主先为其准备一席做 一记的事情稍后再说 兄妹二人文言万分欣喜 有了李赞在场心里的底气都多了很多 片刻之后厂主便为李赞准备好最佳观赏位 不过李赞的心思却完全不在这场 他知道阴符夺魂阵虽然会夺去闯入者 但此阵法存在缺险 那就是对残魂完全无效 于是李赞便愤出了一缕神魂来到一记之中 刚进入便发现大阵有所变 一边的石像竟犹如薄雾一般像其写 看来一记的主人早就料到会有修饰 利用残魂潜入一记 故而设立下数尊是魂妖进行埋伏 不过这些雕虫小记哪里难得倒李赞 只是一声轻贺 磅礴的灵气便自李赞的周身炸开 无数的弑魂雕像都化作了碎石裂开 而就在此时李赞猛然一惊 一头生着三眼的红色巨兽猛然扑出 居然是上古凶物注精夺魂兽 死亡决斗场果然危机重重 仅第一回和顾家兄妹便身处险境 顾天爵直接被阴的双目暂时失明 顾天真更是被对方超能克制的死死 不过李赞却是完全不担心 因为好戏这才刚刚开始了 就在刚刚 李赞的一缕元神遭遇了一记大阵的埋伏 不但有着众多的是魂妖 更要命的是还有一头驻金村魂兽 不过身经百战的李赞哪里会怕 轻轻一个闪身便躲过去 身后凝聚出无数剑影 一招跪破剑道直接便将巨兽斩杀 不过李赞立马发现不对 无数经书文字涌现 正化作能量准备复活巨兽 好在李赞的剑一无双 既可斩身又可斩心 区区的文字力量更是不在话前 而就当李赞干完一切之后 竟听见了不远处传来救命的喊声 一个眼镜妹竟被人用锁链 捆绑于阵粉中央 李赞一击将妹子的锁链崩断 表示想活命的话就回去自己的身体 这里不是凡人能够来的点 随后自己则是坐在地上开始过节起阵 此时的比赛正好来到了顾家兄妹上台 场外的观众激动万分 不知道养尊处优的少爷小姐们都能撑多姐 有不少人都压住了对面的末世兄弟 此时弟弟末后心思重团 不知道万一伤到对面顾家兄妹咋了 不过哥哥末前却是一脸坏笑 表示死斗场内生死自负 丢了小命是他们自己搏带 随着比赛的个哨声响起 顾天爵双手燃起熊熊烈火向前突进 妹妹则在背后施展冰锥树进行演 不过就当顾天爵的烈火拳即将打到末前之时 对方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闪避开去 还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向顾天爵劈下 天爵回身一腿却又完全踢了个空 目前早已转到了少年的身后 手上一把就洒出了不知名的液体 正中顾天爵的脸庞上 导致其暂时什么都看不见 而后更是狠狠一刀就劈在顾天爵背上 天真眼见哥哥招人暗算 刚想回头帮忙 却被末后抓住机会用大势击倒 眼见形势已经开始一边倒了 李赞却丝毫不担心 因为他知道胜负才刚刚开始 顾天爵缓缓起身 以前的自己确实无法改变现在的状况 不过现在经过大师的指导 自己早就今非戏不 给我报 目前面对大火的焚烧心有不甘 火刀上独有剧 为何你还能行动 顾天爵灿烂一笑 你这黑市里买来的廉价毒药 怎么可能伤得到我 而一边的墨破还想给帮下哥哥 转瞬之间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冻成了冰雕 而始作俑者正是刚刚还坦在地上的顾天真 面对兄妹二人的攻势 漠视兄弟也只好荒乱地求饶认输 至此顾家兄妹的第一场比赛赢得了胜利 紫豆场内居然还有如此之人 敬畏了一己私粉 准备当众跟李赞决一生死 可惜他不知道的是 他将面对的是如何强大的对手 就在顾家兄妹击败了对手之后 场上一边哀鸣之声响起 不少的常客都以为这对富家子弟乃是花拳秀土 大部分的筹码都是压住在了队面 现在可好都赔得一干二净 而顾家兄妹下台之后便直奔李赞了 希望能够得到恩人的赞赏 李赞表示两人的表现虽然乏善可陈 但是也并非不堪造就 日后精进自身修为人可有所作为 就当三人谈话之际 边上忽然传来了一声恭喜之声 正是死豆场的场主向南端请 借此机会顾天爵也趁机提出了一记之行 不料向南端却让顾少莫及 刚才有位红环竞技者指明挑战了赞 所以事情还可能要推迟一下 顾天爵刚想破口大骂 就被向南端压了回去 场主表示黑鸭死豆场有自己的规矩 红环指定的对手必须应战 否则将会终生禁止进入死豆场 顾天爵还想说些什么 李赞却早已站起表示无妨 自己参赛刚好可以给兄妹二人观目 但是能参悟出多少 那就只能看而等造化 闻言顾家兄妹感激不尽 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感谢 随后李赞佩戴手环进入门内检测 检测人员惊奇地发现其身上的力量 明明要比能力者强上许 但却又不是操纵者 而且身上又感知不到任何超能 不过鉴于是场主的分子 也不管那么多就将李赞送入了场内 而他的对手正是有着一面之缘的血魔入神 在前面酒吧丢了面子之后 若珊便一直想着找回场 现在终于让他找到了机会 一上来便火力全开 将身上血液化作刀锋甩出 强烈的攻击打得道体护盾上一阵阵波澜 李赞明白对手还是有点不耐 要不是手环限制 恐怕能瞬间突破道体防御 而若珊眼见对方只是防守 攻势一波波的接连而来 李赞也不惯着 单脚一跺便将地面震碎 随后运用灵力以尸为剑 一招闭划无息乱射而出 若珊抽出血液直接来了的对护 却足料李赞手持实剑突进而来 结结实实地打在其胸口之上 雕虫小剂 别敢搬门弄斧 血魔若珊不愧是死斗场的佼佼者 来了李赞一招闭划无息静还能起身 甚至在一瞬间就想到了破解李赞护盾的弹 只见他双手猛然发烈 将地面一块巨石高高举起 并狠狠地向李赞所在置地砸去 就当巨石即将砸上护盾的那一瞬间 无数的血液竟从巨石中钻出 一股剧烈的爆炸在护盾的正上方炸开 李赞看着消散的护盾微微一笑 能够如此短时间想出突破到底防御的方法 哪怕作为低级超能者也是值得赞生 此时的血魔忽然咧嘴一笑 小子你莫非以为我只有这种程度了 你流出来的血已经归我所用了 李赞听闻猛然看向自己的伤口 不过下一秒脸上伤口出的血液 竟直接发生了爆炸 死斗场内一片唏嘘之声 估计如此近的距离 脑袋都要被炸烂了吧 然而此时的血魔却很适应 为何广播还不宣布比赛结束 此时的李赞缓缓出现 你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强上几次 不过也就到这里为止 若珊听闻此言直接怒了 你小子现在身上的血更多了 不幸再来一次你还不死 然而血魔的如一算盘还是落魄 几道灵力金针飞来 点在他身上各处要血 沙纳之间若珊便感觉不顿 自己居然无法调用体内的超纹 而李赞却是双指合落 绝须见识第二招瞬间斩出 精神受到重创的若珊 直接瘫软在你 周围的观众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毕竟普通人是根本看不见精神之剑 随后李赞便和顾佳兄妹 来到了遗迹门口 这一次向南端也是很客气的 当起了领悟之人 一路之上还询问李赞等人 为何要去一记之 自己说那里会死人并非威严 自己的女儿就是物创其中 结果像是个植物人一样陷入了沉睡 李赞顿时明白 阵法中央那个眼镜妹 就是香厂主的女儿 随即出演表示 恋爱已经无妨了 还没等向南端反应过来 兜里的电话便已响起 老爷 刚刚小姐醒了 李赞缓步向前 厂主去陪女儿吧 我已知晓一记之处 不用领路了 而在死斗场的诊所之内 若珊却遇见了一个人 正是好久不见的东方元朔 看来一场新的阴谋又要开始了 三千世界难道真的有平行空间吗 不然此界为何会存在着 与李赞所在的修真界相同的宗门 还是说此处修士也是一代大人 穿越到此最终开宗立派 就在不久前 李赞带着顾家兄妹进入了一记之中 一路上崭新的打斗痕迹 都被顾天爵看在眼里 而顾天真却毫不在意 只是觉得周围的香味变得浓郁了起 李赞单手使出一个小七星阵 一掌之下便将隐旁的大门显现了出来 一个巨大的头骨树立在无数的头骨之上 只见此时巨大的头骨猛然张嘴 献出你们的一切吧 李赞眼神异朗 无形的威严散除 你吞得下吗 下一秒大头骨便出现了倒倒裂风 随后便直接一分为二 如此表现直接惊呆了顾天爵 顾天真更是化作小妮媚崇拜 而当李赞他们三人走向一记内部之时 背后却忽然出现了几道人女 正是东方元朔和血果 其背后还有两名能力不详的九屁超能者 走向一记内部的一路上阴身苦 不过顾天真却发现香气越来越濃 李赞突然意识到天真对灵力要寻常修饰名 看来以后可以重点培养一下 片刻后李赞三人进入了洞府之内 无数的珍藏一宝看待了顾家兄们 而边上一个金丝楠木的盒子 更是深深的吸引顾天真 脑海里只有一个想要打开盒子的笑容 就当盒子开开的瞬间 一只四眼恶灵猛然窜组 缠绕着顾天真发出怪象 好一具灵力充沛的身体 以后就归我所有了 话音未落 李赞一记闭华无息就已射出 打得恶灵魂飞魄散 顾天绝趁势上去扶住妹妹 而罪魁祸首也飞入了李赞的手 竟是一块刻着血魄宗的宝 先前李赞便觉得此一记的不至于血魄宗相似 现在看到宝玉更是一位 为何会存在着与我的修仙界相同的宗门 不过道法曾约先不共有三千世界 其他世界存在名号和习性相同的宗门也不足为奇 就在李赞还在思索之际忽然心生感应 边上的墙壁竟被一道闪电轰了的吸水 烟尘之中若山缓缓走 小子 这次没有死斗场手环压制实力 让我给你体会一下 什么叫做绝望吧 在这次陷入了大危机中 血魔这次找来的帮手 一个拥有无限回复的能力 堪称超能界的肉弹战车 另一个则能将元素超能转化成子弹 拥有强大远程杀伤力的枪手 而此时的血魔没有了手环的限制 实力更是达到了恐怖的终极操纵者水平 只见他一上来便是三颗血液飞弹急射而出 李赞一个低头直接上 不过射在墙体上的血液竟直接开始引爆 强大的威力竟然连倒体护盾也只能堪堪 而紧随其后的攻击更令得李赞防不胜防 无奈之下李赞只好取出一笔场剑 随手甩出几道剑锋却被血魔轻松倒下 还顺势甩出了伤口之上的血液 李赞双眼一眯 这个招式将血液凝固 血中蕴含的灵力会进一步聚集 所引发的爆炸也都更加强烈 看来这就是另一个超能者 随着一招到斩无毒时 尖缀纷纷被斩了粉碎 而就在此时 那个随血魔前来的胖子却被扑了过 李赞随意的一个侧身便躲不过去 不料胖子的背后竟冒出无数血液尖缀 直接就在原地发生了爆炸 幸好李赞反应及时 灵越剑法缠越必有始初 这才保住了自己不受重伤 血魔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上前 小子 这胖子的超能乃是灰子 就算多重的伤也没关系 代价无非就是重新长出来的脑子 会有点问题 也不知道你能抗下几下人肉炸弹吗 李赞缓缓起身 若只有这点本事 那便是我高估了你 随即少年单手轻辅健身 广和闭华相续使出 直接便将血魔放打在地 就当李赞想给若珊最后一击之时 心中忽然生出警觉之意 随即将剑一棚便弹飞了一发子弹 不过那枚子弹在经过李赞身边的时候 却忽然迸发出了一股雷电之意 毫无防备的李赞顿时全身马屁 单手之剑跪倒在地 血魔成机将胖子带了回来 满脸音笑地说道 小子 你不会以为他的超能只是将我的血液凝固吧 世间的各种元素超能 他都可以转换成子弹的弹道 并在需要的时候释放 他才是我真正的杀手锏 而你就乖乖地认命吧 今天你是不可能打败我们的 李赞文言微微一笑 一个响指固然打响 那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你我之间的差距吧 赞的二哈终于再次发威 一口地狱火兔的三人退无可退 面具枪手直接射出一发冰弹 形成一道冰墙 血魔则躲在掩体之后 询问为何不将火焰直接凝固 枪手则表示这不是一般的火焰 自己完全无法控制 无奈之下三人散去冰墙准备先杀李赞 却不料三头犬早已等待多时 血盆大口直接便将胖子含住 血魔眼见不对 直接甩出了血液炸弹 剧烈爆炸之下 三手拳忍痛苦出了胖 不过此时李赞一个闪身来到血魔背后 一击上挑却被若珊直接躲闪过去 而身后却传来了子弹的呼啸之声 转瞬间便被一股火焰 旋风包裹了起 血魔剑状趁时便想上前甩出血液 不料却被一道剑起直接刺断 而处于旋风中心的李赞 只是轻轻的一个伞子 周身的火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此时的枪手还想趁机偷袭 不知怎么手中的98k却固然炸弹 无穷的火焰之力将枪手整个人都烤到外焦里 弄得血魔满脸诧异之死 难道是超能莫名的事物 殊不知李赞早已看透了枪手的超能 只需逆转施法 那么便可以让本源直接释放 而那边胖子的恢复能力在强 力量也始终有消耗殆尽的时候 此时的血魔已经深深的绝望 忽然就爆发出全身的力量 想要与李赞同归于尽 不过在一阵剧烈的爆炸之后 李赞却是毫发无伤 而血魔则是不见了踪远 只在爆炸中心留下了一个血红色的珠子 顾佳兄妹眼见试了急忙上前 不料李赞却说还没完事 手指一挥直接炸向边上墙壁 正是东方元硕躲藏在此 眼见李赞运用灵力举起无数事法 东方元硕赶紧跪地求饶 不料片刻过后却发现身上毫无痛 回首望去发现李赞早已走远 扶起的石块只是当做桥梁来用 剑撞东方元硕立刻起身 带着一圈一拐的伤腿向入口跑去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入口之处布满了射魂小妖 普通的凡人哪里能够逃脱 转瞬之间变化为了小妖的肥料 而此时李赞三人来到了一座羊头雕像面前 一把长剑深深地插在羊头之上 李赞一握便知此乃允精打造的宝剑 虽一损坏却也是不可多得的宝 而当李赞将宝剑拔出之时 无数的血水忽然就喷涌而出 刹那之间便将李赞整个人淹没 想到血泊宗的秘境灵眼居然被人堵 还放了一只恋气解除的罗夫镇守于此 这对李赞来说不仅是大危机 也是一场不可多得的机遇 就在刚刚李赞拔出了羊头之上的宝剑号 无尽的血水忽然就从裂缝涌出 吓得顾家兄妹连连后退 还以为李赞触发了什么超能陷阱 谁料李赞只是摆了白手 让顾家兄妹自行处理遗迹中的法宝 而自己则是一脚便踏入了血水之中 转瞬之间便来到了另一处空间 这里正是血泊宗的灵眼秘境 要知道灵眼乃是天地初开之际便存在的权口 世间的所有灵气都是由灵眼所释放的处 不过不知为何此处的灵气居然如此稀薄 就连只生长在灵眼秘境的速驼花 现在也是眼眼一息了 李赞轻轻地捏碎花朵 想让其带自己找到灵眼所在之处 速驼花也是不复所望 飘飘荡荡之间便来到了一处广场 中央 李赞停下来细细观察 此地正是灵眼所在之处 但是不知究竟何人 竟然对灵眼施加了封印 完全地阻止了灵气的外戚 而就当李赞轻轻地触摸封印之时 整个广场忽然就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阵 一只练起九层的夺夫 不然就出现在了广场中央 可理不停地嘀咕着擅闯 禁地折死锦 李赞当开口询问何人命名镇守此地 夺夫便直接一跃而起 气势汹汹地朝李赞扑来 眼见对方完全不具备神剧 李赞也是只好乐器躲破攻击 落地后使用短剑斩出一招跪破垫 吃痛的夺夫只能养天长笑 李赞趁势一招闭乏无息接受 夺夫胸口的铃铛被直接一分为二 整个身体也直愣愣地倒下去 不过李赞却是一脸严肃之影 因为他知道 接下来才是夺夫真正的面目 红星起身的夺夫更加强大 直接甩出无数的触手袭来 李赞瞬间就被捆得严严实实 不过幸好允精短剑足够锋利 几个来回之间便将触手纷纷斩断 面对强大的夺夫 李赞深深地明白 这是危机意识机遇 满是超能的世界助击 是种什么感受 要知道原本的修仙界助击之法 由高至低分为天地人三 而三者之间有着云逆之笔 对修士的影响可谓不可无量 前世李赞踏遍四海八荒 才寻得一本地阶助击功法地起过了 不过前世自己有师尊相助 才能达到地阶助击 而如今在这超能世界灵气如此息 达成助击难如登天 不过自己重来一世 道徒怎能就此后多 纵使前路在艰难险 今日我必达成地阶助击 心意一定 李赞一跃而起 手中断剑狠狠刺向夺父的影迹 吃痛不已的夺父只好仰天长相 而李赞却发现随着夺父的受伤 地上的封印也在渐渐地变 并且天生道体正在不停地吸收封印上的力量 那么既然如此 自己拼死一搏 也要在此达成助击 想到这里 李赞直接念起了助击口句 身边的灵力更是快速地朝他勇敢 随之而来的是 夺父更加疯狂的攻击 不过此时李赞灵力大胆 一手飞剑使得出神入化 不停的攻击将夺父打得苦不堪眼 随即便释放了身上的诛罪之鱼 只见瞬间天空垫固满了红色的勇气 无数的攻击打在李赞的躯体之上 李赞轻轻地堵出了一个副子 瞬间广场中央便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待烟雾散去之后 只留下一个巨大的身壳 夺父观察了半天 也没发现李赞的身影 以为入侵的敌人已经死了 便转身扭头想要回去封印之中 不过就在此时 夺父身后猛然窜出一个身影 紧紧一击便将其打得跪倒在地 而来人正是李赞 此时的他不破不力 不伤不起 递接助击已经完美地达成 吃痛的夺父还想顾忌重施 施展猪醉之眼 笨住李赞 却不料完成了助击的李赞 已经能遇空而行 一招灵月剑法兵进天下 更是将夺父给动得严严实实 虽然夺父很快就挣扎了出来 并发起反击 不过这些攻击 已经入不了李赞的法眼 绝须剑法的第二招型 更是升级进化 分化出无数的李赞 仅仅一击便直接让夺父分崩离析 而在夺父消失之后 灵眼的封印也随之解除 片刻之间整个大地鸟语花香 就连在灵眼之外的顾家兄妹 也感受到了灵气的福音 而在顾家的福音 布文端着茶杯清免一口 这一天 我顾家终于等到了 想到灵眼之内 居然封印着一只猫耳鸟 其本体乃是可窥探 天道因果的印照猫 天生蓝黄 双瞳具有极强的魅惑功效 就连李赞一不留神都陷了进去 不过猫女的弱点也是极其明显 只要捏住她的耳朵 那么其就可以让你为所愿为 此时东方家家主东方宇安正 和鸡家公子鸡轩商讨事宜 耳边的电话 却不合时宜的想了起来 原来东方袁硕的身上 安装了生命检测器 被射魂妖吞噬了之后 便发现了不对 鸡轩看东方宇安愣在原地 便询问何事 而东方宇安也是瞬间调整心态 笑眯眯的表示只是小事而已 自己已经派人前去解决了 随后在一番寒暄之后 东方宇安表示自己要先去准备东西 让鸡轩先快回一番 不过当东方宇安走出套房之后 整张脸便瞬间的阴沉了下来 顾家你们居然敢害死袁术 等我进入了那个组织 定要叫你顾家家破人亡 而此时的李赞完全不知将要来临的 整个人正盘腿坐在灵眼上吸收灵气 忽然之间灵眼的核心中冒出一个箱子 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了李赞身后 一只紫色的猫咪猛然窜出 嘴里还嘟囔着说终于是自由了 与此同时小猫也看见了面前的李赞 两只一同之间瞬间就冒出光芒 这不是天生道体吗 还是天接助击 要是能傍上这位天骄 自己的猫身不就前途无量了 面对小猫的注视 李赞只是微微的斜了斜意 立刻便一巴掌拍向了地面 吓得猫咪直接一个哆嗦 瞬间就摆出了防御姿态 想让李赞给自己道歉 而李赞却是选择了完全无视小猫 随后便直接准备回到一记之内 不过幸亏小猫自报了名号 说自己乃是鼎鼎大名的应照猫 可窥探天道因果轮回 文言李赞这才稍微来了点兴趣 不过当询问到应照猫如何被封印在结界之时 他居然满脸忧愿地说自己也不知道 一觉醒来就到这鬼地方了 文言李赞也是无语 表示连自身的因果都把握不住 忠看不忠用啊 此言一出 应照猫瞬间释话 无奈之下只好放出大招 净化身猫儿娘跃上了李赞的背后 还轻声细语地说只要李赞肯带他离开 自己愿意成为他的道理 做饭暖床样样都会 只有李赞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的 面对如此诱惑 李赞脸色冰冷地吐出了一个果子 周身凌厉瞬间炸开 直接便将猫女弹飞 而猫女只是邪魅一笑 表示自己看上的男人不会有作 李赞这个天生道体 自己要定 随着命定之同的发动 李赞也陷入了幻境之中 在幻境中李赞肚结失败 而猫娘则成了其唯一的救星 只要与其合作便可度过天际 眼看李赞向其伸出大事 猫娘的心中无比可观影 不过下一秒就耳不一 整个人都苏软了下来 知道不妙的 她立刻变相在求人 换来的却是李赞的一声清醒 零眼入口之处 顾家兄妹正在修炼 固然之间羊头又开始冒出血水 李赞和猫女缓缓地从水中走出 望着新出现的猫女 顾天觉连忙询问这是何人 猫儿娘咧嘴一笑 本猫水油 李道友的心境道理哟 李赞这老色披静 让水油穿上了女服装 海美其名曰是让她更快地融入现代社会 不过水油惊人的饭量 却是征服了顾天真 自己啥时候才能像这位姐姐一样 不吃海喝呢 顾天觉随即说到东方袁硕出事 自己家族担心 季姑娘和柳太太的安危 已经将他们接到顾家了 李赞文言松了口气 这样也好 自己办事便不用分心了 而在祭祀家的病 古空来正和一名杀手对峙 明明李赞根本就不在家 杀手却一定要闯入屋内 解释不清的古炉火中烧 反正讲道理是没用 那么就打一架吧 杀手猛然拔剑 直接一个凸刺便袭了上 古空来不慌不忙地便出盾牌 牢牢地抵挡住这一剑 不过下一秒 古便发现不对 杀手的剑竟然将盾牌直接动出来 而身上被刺中的部位 还传来了奇怪的感觉 杀手发出了一阵失笑之声 表示大家虽然都是同属性一弩 不过自己的更胜一丑 乃是能将金属腐蚀的一弩 话音未落 杀手直接一个上条拉剑 不但将古的盾牌割碎 还将其的左肩斩成重伤 而古空来也是发现 自己受伤的肩膀居然完全不能恢复 无奈之下只能左手幻化出机枪扫射 一边急速后退思索对侧 不过机枪射出的子弹 却是完全拿杀手没有办法 一招摇剑便将子弹纷纷弹飞 此时的李赞和水游 已经来到了对面的屋底 眼见形势不妙 水游询问李赞为何不出手相助 没想到李赞只是淡淡地说道不必 自古以来修饰 都要经过生死历练才能有所成 如果连同级的对手都敌不过 哪里有资格追随自己 此番言论饮的水游一阵白眼 此时的古空来已经穷途陌路 整个人贪软地靠着墙壁坐 不过就当杀手准备给其致命运机时 古空来忽然想到自己曾经的誓言 为了保护自己重要的东西 自己要变得更强 想到这里古猛然起身 一只手飞速地抓住袭来的长剑 整个人散发出一股可怕的气息 全身的伤势都开始迅速地恢复 杀手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腐蚀之术 已完全失效 连忙一个闪步退向身后 此时的古空来缓缓起身 全身的皮肤闪烁着钢铁的光芒 他竟然直接净化成失机能力者金属黄运 随后古空来直接直拳出击 紧紧一击便将杀手打得飞出树米开外 委屈地坐在地上怒吼 打架就打架 报一算什么鬼啊 古空来不想废话还想继续出去 不料边上却传来的一声就这样的 回头一看正是李赞带着水游前来 目的则是准备询问杀手幕后主使 不过杀手却表示自己乃是专业人 就算是死也不会告诉李赞 李赞脸色冰冷 水游 闻他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肩上的水游瞬间化为人形 主人就交给我吧 但能得到杀手的消息 李赞竟让水游施展了魅惑之术 杀内间杀手便进入了幻象之内 一双仙仙玉族正缓缓地伸向自己 而玉族的主人正是杀手组织的头目美 为了表彰杀手手口如瓶的专业精神 梅亦也是决定将自己作为奖励 神情大变 手上一个发力便将小伙送去了极乐世界 楼顶的古空来看着杀手正在发愣 好好的小伙咋这一不舍笑意无发力 还不知看到了啥就忽然死 此时水游也回过神来 告诉李赞杀手乃是一个叫黑水帮的组织派出 但是与东方家并无来往 也不知道为何要故人袭击李赞 然而李赞却不以为意 表示直接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于是在黑水帮的府邸外 几名黑帮成员正在搬运超能精神 一发小型导弹却猛然袭来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便直接炸弃 发射者正是金属狂拥骨空来 剩余帮仲还想着用异能将其打下 边上却忽然窜出了水门妹子 一阵爪击便将几人撕裂 还不忘装备的甜甜小手 真是太弱了 就没人能陪本猫好好玩了吗 外面剧烈的打斗声 瞬间便引起了内部的惊喜 黑水帮的首领王蛇 还以为隔壁白虎帮又来闹事 却不料窗户直接碎开 一个少年手持短剑而入 王蛇一阵大惊 嘴上呵斥着什么人 手上超能却化为一条巨猛的处 李赞一剑将其斩断 不是你找人杀我 现在却在这里装傻 王蛇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你小子就是李赞 看来是有些本事 居然能通过三级防御来到我黑水帮 怪不得能杀掉我 摇钱束过时 李赞一听便知道了咋回事 一道剑锋甩出便想了解 不过边上坐着的少年 却单手应接了下来 李赞眼神一瞇 居然是相当于助击后期的超能者 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 两人正在谈论什么大事 为了合作成功 穆公子决定出手帮黑水帮一把 李赞还想说些什么 穆公子却忽然发难 一道绿色的光芒猛然射出 李赞本以为自己已经轻松躲开了 却不料身后传来了一阵咔咔作响之声 刚才被绿光击中的木板 居然化作一张大紫 狠狠地向少年咬来 李赞居然遇到了难得一见的操纵师 其手中射出的超能 居然能激活各种物体 此时几只衣柜组合成一只庞然大物 向李赞显然 毫无防备的李赞只能向后退去 穆公子眼神冰冷 你要是现在离开 我还能留你一条小命 听到对面的少年口出狂言 李赞只是微微一笑 这个表情也成功地引起了穆公子的怒目 大手一挥 背后的操纵物便吐出了无尽的骨验 而李赞随手就是一招水中观月 不但将紫火灭散得无意无踪 散发出的剑气更是直奔穆公子 虽然被其侥幸躲了过去 但是房顶却在下一秒被削成了冷饭 此时的穆公子还惊魂未定 却猛然发现李赞已经持剑重来 他立即照办衣柜挡在自己的身体 顺便将桌子内的极柄手枪击火 不过子弹的速度却完全跟不上李赞 只是瞬间李赞便已经深 一个上脚便将衣柜劈成了冷饭 望着眼前惊慌失措的二人 李赞不由地想起了前世的唐门回来 同是操控之术 两者的差距真是云迷之笔 此时穆公子眼见不是对手 直接便将异能解 随后双手一弹 表示自己只是来谈声音 李赞口中的事与己无关 剑状李赞也不费用 直接上前询问幕后之人在 不过他却完全没注意 脚下有着无数的丝线秘密 在一个瞬间便携带着大量石块 结结实实地将李赞包了个纵 王蛇喜出望外 还想着一股作气将李赞解决 而李赞却是不慌不忙 嘴里轻轻吐出四个大字 无声为剑 杀内边要有光芒直冲营销 李赞身上的石块全部震得走 穆公子剑状还想负于顽抗 却发现自己的操纵物尽临阵 将所有的攻击都挡下来 剑状穆公子终于认识到了两人的差距 毕恭毕敬地向李赞认罪 并表示不再顾问此事 而李赞也不废话手持短剑电逼向王蛇 直接就将其斩于马下 而在死斗场的一间屋内 眼镜妹正幻想着要和李赞生猴子呢 却被父亲一掌轻轻地拍在了头上 表示女大不中流啊 不过那个李赞确实是个人才 并且死斗场还有他需要的东西 以后你们一定一定会碰面的 帮转换权力的速度未免快了些 李赞只是干掉了他们的老大 手下的小弟便纷纷倒戈 而如此的原因只是先前的老大妹 曾定下过强者为尊的规矩 只要有人能击败现任帮主 那么余下帮众便会无条件服从此 李赞缓缓走到凳子前坐下 很好 你转帮下没一把 就说黑水帮已经一主 这操作看得穆公子目瞪口呆 却也太狂妄了 居然大张旗鼓的挑衅 会下的二统领诸葵一阵窃喜 激怒了梅姨 回来弄死这小子 统领之位不就是我的吗 而李赞见到穆公子还不肯不去 便开口询问其还有何事 而穆表示自己家族专门制作药品 旗下有无数矿产和药品 但是碍于缺少提纯技术才不得已和盲舍合作 眼下李赞既然已经掌管了黑水帮 那不如给我穆家一个机会得主 文言李赞瞬间来的兴趣 表示如果有上瓶草药 自己也不是不可以合作 随后便起身让穆公子先回去准备 等到一切妥当之后便去顾家寻他 片刻之后在顾家豪宅之内 顾文上来便恭喜李赞实力大成 并表示自己刻意为其选了一座雅局 风水环境极好 对修炼会大有益处 李赞看着沾满了灵气的钥匙 明白顾家也是花了血管 随即便起身走到顾文面前 双指合拢瞬间点在七额头中央 老爷子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地边的顾天觉脸色挺轻 恩公这是怎么回事 话音未落 顾文便双手撑地站了起 感受着从脚下传来的支撑 顾文良言老泪纵横 多少年了 不曾想自己居然还有机会站起 随后顾文直接跪倒在李赞面前护起 表示自己必定肝脑涂地报答恩公 而李赞只是微微一笑 忠诚于我 你会得到更加强大的力量 道夫只是在泳池游了个人 自己的黑帮就被人给一锅端了 不过他却丝毫没有气急败怀 还言明要亲自会会那个少女 而此时的李赞却在顾家兄妹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庭院之中 虽然不及前世自己的动作 不过灵气程度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完全够 于是在告别顾家兄妹之后 李赞便从怀中掏出了鬼顶等 命令朱妖利用血珠将短见修复 在其等待了七七八十一分钟之后 鬼顶忽然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 一股紫气自如内喷涌而出 只见原先残破不堪的断解 现在已经崭心如初 朱妖利公赶忙上前讨要奖赏 李赞却是一生不忙之后 整个人腾空而起 便想要试验下星剑的威力 随着灵月剑法无形的始祝 对面整座山峰都被剑气一味的离 李赞此时欣喜若狂 这威力比前世地阶驻击都强 没想到自己重活一世居然有此境 然而下一秒李赞便敢动 身体内的灵力忽然不受控制 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在身体里乱走 整个人不由自主地朝着下方摔去 不过幸好其没有飞得太高 只是将地面摔出了一个小小的坑洞 李赞还未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水油却在一边吃笑了起来 原来李赞进入的筑基根本就不是地界 而是传说中的天阶筑基 两者之间的差别犹如云泥之饼 天阶筑基的强大便在于扩大了灵力的输出 使用普通的功法容易使气机外泄 从而流失大量的灵力 水油还表示自己有办法能帮李赞 不过需要双修才可 李赞一阵无语 接着又询问水油自己要多久才能回复 水油表示虽然灵力容易过度消耗 但是天阶筑基可以快速吸收灵气 倒是并无大了 不过在金丹之前的话 只有找到高等术法才能避免灵力流失了 此时两道身影缓步从大门走进 穆公子上前一步恭敬地说道 李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 各家族总有些奇葩 仗着自己的身份为所欲为 上次是东方家长子东方袁硕 而这次则是穆家长席落春心 就在刚刚 穆飞带着李赞来到穆家药园之时 却发现一张通行证完全不够用 毕竟当初没有考虑到李赞还会带个妹子 面对如此尬惊 李赞却丝毫不在意 挥了挥手表示无妨 气得水油整个人都要爆炸 穆飞连忙在一边安慰 并拿出了一根百年猫草在水油面前摇晃 水油嘴上说着自己不是一只猫 身体却不受控制地冲了上去 真是将猫猫的尊严都丢了一地 随后在管家的带领下 李赞两人也顺利地来到了药园 一进去就是琳琅满目的药材 穆飞表示整座药山都是自己家的 李赞看上啥都可以随意拿走 片刻之后 一株玄接的温灵草便映入了李赞的眼睛 而穆飞却不知药材的用处 严明药材的外围都是低劣品质 不如去别的地方先看看再说 李赞却表示不用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随后便将温灵草置于双掌之间 催动魅力将药材的药性萃取 紧接着双全猛然一震 萃取的药性随即飘散于四周 穆飞还想询问李赞发生了什么 却发现其自顾自地向前迈 嘴中还念叨着大道茫茫 落子无悔 巨大的冲击力震惊着穆飞又醒了心灵 不过片刻之后便反应过来 药田外围居然被李赞全部毁 还未等李赞开口 一声什么人便从耳边传来 正是沐家长媳妇洛春兴 听见爆炸之声前来查看 沐飞还想帮李赞解释什么 不料看沐飞不爽的洛春兴 直接一个大瓜子便删了 下一秒却被李赞紧紧握住了手腕 洛春兴哪里肯罢休 一个闪身退了开局 直接便施展了沐系超能树林毕业 不过却连少年的编都没摸成 李赞嘴角带着意义不明的微笑 就这点能难 洛春兴直接暴走 混蛋 这是找死的 家媳妇洛春兴怎么也没想到 后幻化出一只巨大的沐系精灵 沐飞见状便知道不妙 看样子嫂子是真的生前 洛春兴小手一挥 催动精灵发出数道攻击向李赞飞去 而李赞却是毫不畏惧 反而想着试试驻击七道体的强度 急得慌忙逃窜的沐飞大声呼喊 下一秒无数攻击便纷纷打在了道铁部队之上 带到烟尘散去 李赞装背地拍了拍衣服 就知道你是没吃早饭吗 此言一出 洛春兴直接炸了 自从嫁入沐家之后 还没有人敢这样和他说话 今日势必要这少年好看 沐飞在一边大声提醒李赞小心 此乃自己嫂子的杀招柳叶迎风 李赞当然明白洛春兴的状态 沐属性领域能短暂的提升修为 那么下一集恐怕是有结单七的威力 随着沐系精灵扑袭喷出 李赞站立的地方也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沐飞已经绝望的闭上了双眼 不过下一秒惊喜马上到来 一声还是太弱的传入了沐飞耳中 站在原地的李赞居然毫满无伤 顺势还一击掌心雷直面轰出 洛春兴急忙召唤木精灵敌等 然而瞬间就被掌心雷给轰得吸损 攻击的余波也让洛躺在地上无法动弹 本想看在沐飞的面子上这件事就这样子 谁料洛春兴居然破口大骂 说要将李赞千刀万毒 在沙光所有与李赞有关之 龙有逆龄处之必亡 听闻此言李赞也不再收手 直接上去掐住洛春兴的脖子 手上一个用力便直接将其送走 木飞跪倒在地 这下子是真的晚了 自己的嫂子死不不爽 连药田也被捆了大半 自己家族问罪下来怕是难逃一死 不料李赞却在此时燃起灵力 嘴中默默念叨 以我身灵 滋养万物 万象生穷 天道归圆 话音一落 所有的药草便全部恢复了原来的样貌 而李赞更是引来无数灵气 汇聚成一块拳头般大小的精实 此时的木飞喜笑颜开 有了李赞精实的保证 想也没想便冲了进去 下一秒整个人便呆愣在了原地 人死了老婆却一脸开心 只因他得知罪魁祸首将给家族带来无尽的女友 有了财富之后 什么样的女人还怕找不到吗 就在刚刚 李赞冲进了厢房之内 映入眼帘的却是两女嬉闹的场景 李赞慌忙退出关上房门 脑海里的图像却是怎么也挥制不去 水游看着红着老脸的李赞急忙上前 表示少年如果有任何需求 自己都可以帮忙进去 眼看李赞没啥兴趣 水游马上又提出自己找到了防止灵气消耗的单 文言李赞立马来了兴趣 只听水游说有一种丹药叫结灵丹 此丹不仅可以减少灵力消耗 还能稳固到心 增加冲击结丹时的成功率 文言李赞表示自己从未听说过 究竟是要从何处获得了 水游跨坐在李赞身前 让解释宝了 就告诉你在哪里 关键时刻顾天真拉着祭祀前来 一进门便发现了貌似情况不对 心虚的李赞只能一把推开水 并先开口询问祭祀怎么回到这里 祭大小姐扭扭捏捏地表示 自己有事要拜托李赞 而且自己只想单独和李赞一个人说 望着远去的二人 水游的心中紧铭大响 该不会李道友喜欢的是这一类型的妹子 而在庭院之中 祭祀也向李赞吐露了心声 原来顾天真和他说了最近的事情 自己总觉得一点忙也帮不上 所以这次他将李赞约出来 便是想让他知道自己 李赞思索了半天 却吐露出步行二字 此时的穆家会客厅内 一名男子匆匆跑来 正是穆家长子穆吐露 一进门便向家主诉说自己老婆之死 与此同时穆飞也从药园打回来 并从怀中掏出了李赞恋化的金氏 虽然得到了家主的认可 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之后金氏生意由他大哥穆吐露接骨 而自己暂时禁足三个月 望着得意洋洋的大哥 穆飞也是冒出了一句 李先生可不是那么好相处的人 彼此的修仙之路终于要开始 而代价则是放弃了自己的治疗系超能 不过为了能和李赞一起 妹子也决定冒险一事 于是李赞用出了绝须剑法些字举 点在了祭祠各处穴位之上 瞬间祭祠便感觉整个人疼痛欲绝 周身的经脉仿佛被撕裂了一半 而李赞却表示这是正常现象 自己运用内力打通了祭祠的经脉 为的就是让祭祠能尽快地感受到灵力波动 随后李赞还让祭祠试着将灵气汇聚在身心 慢慢地感受灵气的波动 再随着意念释放出来 下一秒一声清响便直接出现 祭妹妹泪水横流 果然自己就是一只菜鸡啊 然而李赞立马便发现了一件事情 周围的灵气居然不停地朝着祭祀用去 妹子居然是罕见的空灵根体质 要知道当年有前辈便是空灵根 自创了无视天道规则的功夫 甚至构筑了令仙界为之忌惮的一方世界 此时的祭祀看李赞满脸笑 还以为祭在笑话自己 不料李赞一个转身 表示今日先到此位子 罕见灵根需要制纯灵气来修炼 自己先去解封灵眼战术 而在厢房之内 顾天真正一边吃着零食一边看着电视 新闻直播表示最近女大学生频繁失踪 警方希望大众能够提供有用限制 于是在祭祀说要出去走走的时候 顾天真也是很贴心地提醒他要注意安全 而来到穆家的李赞也是 不然发现迎接他的居然不是穆飞 而是另有其人 男人一上来便自称是穆飞大哥 穆飞由于生病在床不方便见客 所以由他来接待李赞 李赞转头就走 自己又不适合穆家做生意 没有穆飞再有啥好谈 穆启明还想拦住李赞去了 却被一句话给对了穆飞 如果不想和你夫人一个下场 那就快步 穆启明看不惯李赞却又毫无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赞进去 随后水游表示自己能靠气味指望穆飞 结果两人在荒郊野岭 当了半天却毫无踪迹 又走了大半天之后来到了一处仓库所在 门口有几个卡拉米正在打牌 看见水游妹子还想上来乐呵乐呵 却不料是遇见了硬查 三下午除二就被打倒在地 而当李赞拉开仓库大门的一瞬间 关押着无数少女的笼子出现在了眼前 方家进丧心病狂地开展的人体实验 这次居然连穆家的大小姐也敢吓上 就在刚刚 李赞打开了仓库之后 无数被关押在笼子里的超能者出现在了眼前 水游不解地询问李赞 这些不都是超能者 为何会被外面几个小塔拉给困在这 李赞微微瞥了一眼 便表示所有人都被一种莫名的手段给封住了灵气 但是仅凭外面几人是肯定不够 此时仓库的顶端忽然传来了一阵沙沙之声 一个半人半蛇的物体出现在了房梁之上 水游慌忙摇动着李赞的胳膊 蛇 有蛇 上面的蛇人舔了舔紫色的嘴上 没想到手仓库还能解得好宝贝 小子 把你的超能献上来吧 李赞文言呵呵一笑 真没想到这世上还有人妖双修体 好像有那么给意思 上面的蛇人文言直接炸了 说我人妖 那你就直接给我去死吧 结果尾巴扫动了瞬间 一层金色的光芒笼罩住了李赞 眼见物理攻击毫无效果 蛇人立马发动了美度沙之眼 期待在童树的作用下李赞会直接爆 而李赞的天眼也不是吃素 一是天起破直接发动 不但将童树完全化解 就连蛇人头上的美度沙之蛇也全部烧起 这种感觉让蛇人感觉就像案板上的状 巨大的恐惧之下 蛇人火力全开 地狱 击射而出 煞内间李赞站立之地 只剩下金光碎片神射 蛇人站在原地自海 只可惜了那么美味的超能 话音未落 李赞便已从一边杀出 绝须见一网自绝字指尖暴射 掉眼的金光顿时闪电了整个仓库 而当水游醒来之时 却发现蛇人已经被李赞给捆成了一个状态 在李赞的逼问之下 蛇人表示自己只是东方家的一个实验体 当时自己被东方家关进一个透明的容器 处置蛇人 自己则在仓库深处寻到了穆飞的踪迹 将牢笼打破之后 便询问穆飞为何会在此处 而穆飞表示自己大哥让其送灵直到屠宰场 不知为何到了以后便浑身无力当场面倒 听到屠宰场草药和妖修三个关键词 李赞忽然想起了一个门态 对上了 就是他们的手段 为了能得到灵气外泄的缓解方法 李赞竟不惜跟水游小姐姐玩起了暧昧 借助天道猫高超的幻化技术 伪装成穆飞进入东方家内部 此时一辆重装卡车缓缓驶来 稳稳停下之后便从车上跳下一个黄毛 看着凌乱的地面黄毛询问蛇人发生了何事 蛇人则表示只是有几个小家伙想要逃跑 自己料理了而已 随后表示K博士要的穆家小姐就在仓库门口 黄毛细细打量了一番 确认无误后便装车走了 而仓库门口赫然又出现了一个木飞 还询问李赞前去会不会危险 原来就在之前 李赞从蛇人口中得知对方马上会派人来去 原本自己也不想多管闲事 可是此时水游竟表示 阻止李赞灵气外泄的办法就在这些人妖身上 而且自己也有办法帮其混入敌方内部 不过要先奖赏一个香蕾 自己便可以告诉他 看着水游越来越近的小组 李赞毫不客气地捏了下嘴 说正是 眼见少年不解风情 水游只好说出想法 自己可以用幻术伪装成蛇人 再将李赞装成木飞 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混入东方家 在得到李赞的同意之后 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而此时的货车正行驶在大陆之上 伪装成木飞的李赞在笼子里撕锁 记得当年有一魔门名幻并破 自创的明灵化魔绝能吸收修饰的灵力神魂等一切物质 修炼此功法的人修行速度极快 但极容易遭受反噬 此时货车猛然停下 黄毛下车将李赞拖出带入一条长长的隧道里中 隧道的内部开辟着无数的房间 疯狂的哭喊声自里面不停地传出 忽然之间一股气息让李赞不含而立 没想到这里居然有令自己感受到危险的存在 随着进一步的生日 黄毛也来到了名为K博士的实验室 而K博士明显在做着什么实验 暂时没空理会所谓的木家小女 不过李赞却发现了两个熟人 正是当初在黑压死斗场的末世兄弟 此时的K博士将不知名的药物注入了导管之中 蜜蜂舱内的末后忽然就睁开了双眼 紧接着便爆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 将蜜蜂舱给砸了个稀烂 随后更是直接向K博士扑去 没想到边上一人动作更快 直接一记火焰拳便砸了滚 K博士恼羞成怒 丧气把他给我收拾了 再这样下去我的实验室都要捧 接到博士命令的黄毛右手放化出熊熊的眼 只是一个喷发的瞬间便将默毛直接蒸发 此时的K博士放下心来 真不愧是我最出色的产品丧气 来人啊 再给我推一个实验仓出来 我要让穆家小姐也试试心药的威力 能够战胜自己的心魔 李赞不惜以身入局 假扮穆飞进入东方家的秘密基地 此时的他正被装在一个新的蜜蜂罐内 而边上之人他也熟悉万分 正是被他干掉的穆家长席骆春心 K博士阴险笑了 这个穆启明还真是心狠手辣 老婆死了连个尸体也不肯放了 趁这个机会正好试试穆系超能和操控细节 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随着药剂的注入 李赞的意识也开始迷糊起来 不知怎么就进入了一方世界 在那里自己被锁于一块大石之上 而洛春心的灵魂却仿佛尸体一般纠缠于他 不停地穿梭于他的身体间急于重创 李赞轻轻爆起却又无可奈何 这明灵化魔爵果然非同一般 能将灵智变得邪恶无比 而且还超出了原主本身的力量 但是这样下去 自己就要被充斥着怨念的魔道气息吞噬 水游说的办法到底在哪里呢 就在此时魔道气息已经入侵到了李赞的心脏 下一条心脏爆发出到的精光 强大的力量使李赞瞬间挣脱了体力 反应过来的少年终于明白 原来天生道体一旦受到外界灵智入侵 体内的灵气便会始终处于防御状态 而灵气也不会再向外泄了 此时的K博士看着木飞的实验仓惊讶万分 都注射了50%了这么一点反应 再加20% 李赞站在原地思绪万千 洛春心的灵智已经被彻底清除 水游的计划完美实现 与此同时 李赞的耳边传来了一声吃笑 白树你自称正老 用的却是魔道功法 你的道心真的稳步 李赞刚回头看向自己心魔 其变气势汹汹的直扑而来 二人直接原地对拼了一阵 李赞一阵吃笑 小小心魔 也想乱我道心 你我本就是一体 何而为一有何不好 李赞祭出无数飞剑欲斩心魔 谁料对拼之下竟然不是对手 心魔表示自己幼年遭遇不攻 何为一体后出去必杀光欺凌过自己 李赞紧咬牙关 你那些狗屁遭遇 在自己经历的痛苦面前都算些什么 随后手中画出三尺清风 一剑便将心魔劈成两段 心魔所化灵气猛然窜入李赞的胸口 这是要突破的感觉 而在实验室外 K博士抱着蜜蜂罐开心不已 看样子穆家小姐的实验非常成功 不过就在此时穆飞的身体开始的挣扎 黄毛眼见不对大喊小心 身体一个剑步上前搂住了博士 望着露出了真容的李赞 K博士惊讶地询问李赞是何人 少年面色冰冷 送你们上路的人 想到桑奇的超能竟如此厉害 不但能借助火焰瞬间移动 甚至连火焰领域和火焰真身都能施展 但这些强大的力量 在李赞面前却犹如小儿科一般可行 就在刚刚 假扮目飞的李赞终于现出了真身 桑奇急忙将K博士护在了身后 询问无果后跳起一拳便向李赞轰乱 不过却被倒体铺盾给挡下了 K博士健烈兴起 防御性的超能极其稀释 阿桑把他给我拿下 接到命令的桑奇 左手燃起无尽的火焰 一记直拳猛的向前击出 看着护盾上的倒到裂缝 李赞发现桑奇的力量运行模式 很像昆仑火德宗的燕神拳 将狂暴的火灵器凝聚于双拳之上 增加瞬间的爆发力 而眼见护盾的裂缝在不断扩大 桑奇更是使出了吃奶的劲 再次轰出一拳 不过下一秒便发现出 自己的手仿佛被什么东西握住了 李赞单手握剑 以对灵力的运行方式太过粗暴 真正的神焰拳法绝非蛮力去世 说完一刀便向桑奇面门挥去 不过随着一阵火焰闪烁 桑奇整个人也消失不见了 就在李赞一过之际 背后的头顶忽然出现了一个火焰玄灰 桑奇紧握右拳准备偷袭 然而下一秒李赞却也消失不见 转瞬间便从边上挥剑杀出 幸亏黄毛反应还算激烈 一个火盾便直接闪到了一点 李赞也不追击 而是询问桑奇的昆仑火德宗功法 从何而来 并表示对方最好使出全力 不然自己会玩得不尽性 面对嘲讽桑奇直接炸 浑身的火焰 犹如实质一般充斥的整个实验室 手上放化出无数火球 对李赞进行轰炸 李赞一边利用剑意击碎火球 一边快速向桑奇一动 小黄毛黑黑一笑 上当了吧 这里可是我的领域 瞬间一个巨大的火龙卷便将李赞点 桑奇还以为自己胜券待悟 乃至下一秒 一声剑欲冷月如霜 便从火龙卷中传出 李赞携带着无尽的杀意走出 就知道 也配叫领域 桑奇满头大汗 这是你逼我的 就算燃为灰烬 我也要拉你一起陪葬 李赞微微一笑 小家伙还可以吗 居然掌握了火德宗第五层工作 那我就让你尝尝更顶级的扬言 我的真身 望着比自己庞大数倍的法效 桑奇直接猛逼了 这还玩个毛啊 随着真身的巨刀落下 桑奇直接一分为二 只留下博士在那边一阵哀号 随后K博士拿出了一个遥控器 恶狠狠地看向李赞 你死之前 我会让你见识一下 我最伟大的失败品 博士最伟大的实验品终于出现 就是刚刚在隧道时 让李赞感到威胁的存在 随着遥控器的按钮按下 一只巨大的僵尸身上 无数的镣铐纷纷地掉落在地 僵尸猛然运起一拳 便砸向了边上的墙壁 其目标正是李赞所在之地 K博士眼见林浩现身 大声命令要齐将李赞猛杀 林浩挥起右拳 直接猛攻而来 虽然还是被道体护盾打了下来 不过也接近了破碎状态 还未等李赞有所反 林浩更是运爪成全 一个发力便将护盾打得粉碎 李赞更是被击飞了数里之鱼 身体狠狠地撞在了一气之上 看着拥有恐怖的力量的李赞 李赞明白此战必须速战速决 前面一战自己消耗了许多灵力 对方的境界又比自己高出一击 破研下去恐怕最后倒下的就是自己 还在思索之际 林浩已经直接冲到面前 李赞一个闪身便绕到了其身后 一招剑气长红使出 只见飞剑携带着雷霆之势飞出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林浩的身上 然而李赞却露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武器 林浩居然一只手便将飞剑给接了下 随后更是将飞剑本狠地扔回给了李赞 力量之大冲击的少年不停地后退 身体一不留神便撞在了墙壁之上 林浩见机不可施 咋就忽然不见 此时的李赞却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林浩身后 单手挥剑 身边出现无数个小型太阳 一只只火缝带着无尽的火光光向林浩 犹如导弹一般将其粉狠地击散 李赞看看了倒在地上的林浩 随后便扭头看向了K博士 表示下个便轮到你 哪只K博士飞飞一醒 小子你别狂妄 作为我最骄傲的林浩实验体 又怎么可能会被你轻易打扮 果不其然下一秒林浩便从地上爬起 刚刚被火缝击穿的身体正在快速地恢复 不过李赞也是立即跳起 携带着无数火缝使出了一招九阳归一 将林浩的身体自正面一分为二 K博士还妄想让林浩再次站起 却听闻李赞在一边告诉其没用 这套剑法专刻邪魔外道 也能压制气血再射 就算这个林浩再强的自愈能力 也赶不上他受伤的速度 剑撞K博士还想呼喊其他实验体 然而双手已经飞向了半孔 佩博士吃痛大喝自己 乃东方家重要人物 李赞不能杀死自己 不过下一秒 一柄长剑便插入了佩博士的头 你放心 很快我会让整个东方家下去陪你的 将来不被李赞抛弃 猪猪断炉终于迎来了升级 不但击败了比自己强大的鬼 还成功地将其吞噬消滑 就在刚刚击败了众多实验体之后 许久不见的猪猪忽然就冒了出来 嘴里大喊着脑子脑子 在经过李赞同意之后便猛扑了上去 趁着小猪妖进食的功夫 李赞走到了实验室的后方 竟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身不见底的坑洞 而在下方也传来了微弱的生命气息 于是在召唤回猪妖之后 两者便愈而行 落地之后便发现数不清的实验体 看样子都是失败了以后被送到死 等尸体彻底腐朽崩坏了再给其他人抬走 此时小猪传来一阵惊讶之声 目光所及之处 一座巨大的鼎屋出现在了眼睛 刚才的尸体原来都被送入了其中 李赞上前仔细辨认 居然是一座百炼鬼屋 以怨气为武 禁锢生魂 以此来增加此法器的品质 而猪妖的压压之声 也表示自己想吃了鬼屋镜 不过李赞可不会惯了 表示现在的猪妖对自己也没多大价值 如果无法进阶 自己迟早会将其舍弃 文言小猪猪也是拼了 直接献出本体就要上前吞食 而同为顶如法器的鬼屋感应到同类气息 瞬间也挣脱束缚拔地而起 一个猛呼便掐住了猪妖的喉咙 小猪猪赶忙回头看向李赞 希望得到主人的帮忙 谁料李赞却是端坐原地 表示大道长生 一路都是危机重丑 每一站都要全力以赴 还是说你认为靠着主人便可为所欲 不用自己去争取拼物 文言小猪直接爆发了 大嘴一张便向鬼屋咬去 三下五除二便将鬼屋给吞食殆尽 随后自身更是净化成温鬼顶 灵智也得到了至一般的提升 一天之后 沐家全面接管了地下实验室 并开始搜集东方家犯罪的证据 而此时的李赞忽然就接到了水牛的电话 道用快来沐家出大事了 飞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被亲哥送去做人体实验 居然是得到了家族的同意 自己的父亲竟然大言不惨 表示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沐家腾飞 并还让手下将其抓住送回东方家去 而这一切都被潜伏在沐家的水牛看在眼里 急忙打电话向李赞求救 不过沐飞这次明显不打算束手救起 沐系灵力猛然喷发 将身后的两个小弟给捆 结结实实 沐霍刚见状勃然大怒 直呼小妮子要反了不成 而沐启明也是开启了自身的超能 无数藤条直扑沐飞面门而去 沐飞单手往地面一拍 天赋技能复灵发动 无数的地板化作防御体挡住了进攻 沐启明黑黑笑道 跟着心里的长进了不少 你俩不会是有一点吧 文言沐飞也是怒 李赞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高大无比 今日自己一定要给这个哥哥教训 随后沐飞操纵的地板开始融合 直接形成一台巨大的鸡美拉基锦 将所有的藤条都给狠狠地撕立 沐启明毫不紧张 身上竟慢慢地开始结出了冰晶 就连发色也变成了天蓝之色 沐飞大惊 自己的哥哥不是沐星 什么时候又转换成冰系超能 沐启明手中冰系能量汇聚 幻化成巨斧便向机甲披揽 只是瞬间的一个照面案 机甲便被冻成了一大坨冰团 随后更是被沐启明发动的木锤之树 给达得支离破锁 望着失去了机甲的沐飞 沐启明得意洋洋 看到没 这就是东方家能给我沐家的东西 父亲也在一边帮枪 表示沐飞乃是沐家子弟 应该为沐家做出牺牲 听闻父亲的言论沐飞也是呵呵冷笑 从小到大自己父亲的眼里只有哥哥 哪怕自己的成绩再好也得不到趴家 自己曾天真的以为只要为家族做出贡献 便能成为沐家的骄傲 现在想来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可笑 紧紧地握住 李在满含杀意地望向对方 看来我是赶上了